一群王社紧亲被捕 工作室发声明道歉男性高云祥以《芈月转》一曲王一角爆红 今传出他在澳洲拍新戏 却涉嫌性亲一名36岁女子被捕 新闻在澳洲与中国引起轩然大波 稍早高云祥工作室发声明表示 澳洲警方已介入 希望外界不要多加揣测 最后也表达歉意 工作室人认为外界传出许多不实消息 希望大家能够停止 而高云祥与另名为王晶的戏剧负责人皆涉及性亲 目前两人都被逮捕 至今仍在居留中内地男性高云祥涉性亲36岁女子 澳洲悉尼被捕 曾于《芈月转》中饰演一群王一角走红内地男性高云祥 涉嫌连同一名义姻Web Jane的男子于西尼一酒店性亲一名36岁女子 但亦有报道指两人是袭击该名女子 据知 高云祥与有人被捕 目前仍被警方拘留 根据澳洲媒体的报道 高云祥与有人在悉尼地方法院通过视频出庭 其律师将为他做出辩护及申请保释 有内地传媒联络上高云祥的太太董选 为他立即挂断电话 而高云祥的经理任刚表示对事件不太清楚 高云祥拍摄新剧的导演亦表示不知情义渠王涉性亲被捕 工作室发声明道歉男性高云祥以《芈月传》一曲王一角爆红 今传出他在澳洲拍新戏 却涉嫌性亲一名36岁女子被捕 新闻在澳洲与中国引起轩然大波 稍早高云祥工作室发声明表示 澳洲警方已介入 希望外界不要多加揣测 最后也表达歉意 工作室人认为外界传出许多不实消息 希望大家能够停止 而高云祥与另名为王晶的戏剧负责人皆涉及性亲 目前两人都被逮捕 至今仍在居留中 内地男性高云祥涉性亲36岁女子 澳洲悉尼被捕 曾于《芈月传》中饰演 《一曲王一角走红》内地男性高云祥 涉嫌连同一名一名Rab J的男子 于悉尼一酒店性亲一名36岁女子 但亦有报道指两人是袭击该名女子 据知 高云祥与有人被捕 目前仍被警方拘留 根据澳洲媒体的报道 高云祥与有人在悉尼地方法院通过视频出庭 其律师将为他做出辩护及申请保释 有内地传媒联络上高云祥的太太董选 为他立即挂断电话 而高云祥的经理任刚表示对事件不太清楚 高云祥拍摄新剧的导演 亦表示不知情义渠王涉性亲被捕 工作室发声明道歉 男性高云祥已米月转义渠王一脚爆红 今传出他在澳洲拍新戏 却涉嫌性亲一名36岁女子被捕 新闻在澳洲与中国引起轩然大波 稍早高云祥工作室发声明表示 澳洲警方已介入 希望外界不要多加揣测 最后也表达歉意 工作室人认为外界传出许多不实消息 希望大家能够停止 而高云祥与另名为王晶的戏剧负责人 皆涉及性亲 目前两人都被逮捕 至今仍在拘留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